歡迎收看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我們都會想要吃一些糖 然後也會想要吃一些餅乾 但是如果這兩個東西 合在一起 其實這樣子的口味 還滿受歡迎的 尤其是 自己把這樣子的糖跟餅乾 合在一起 最近就變成很熱門的雪Q餅 吃起來有糖的軟嫩 但是又有糖的餅乾的 這樣子的脆脆的口感 非常受歡迎的口感 其實自己在家裡 也很適合動手做 更是團購熱門的一個品項 所以學好之後 其實自己可能還可以開發一個 團購的小生意 今天節目當中 老師就要教大家 怎麼樣自己在家裡 做這樣子的一個 糖果跟餅乾結合的雪Q餅 首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點心老師 歡迎的是佳穎 大家好 我是佳穎 佳穎很擅長做雪Q餅 對 然後牛軋餅也很擅長 對 就是糖果類我很喜歡 所以這一類像是糖果跟餅乾 結合在一起 好像是 我覺得最近這兩三年 非常地熱門 很流行 而且還紅到海外去 對 韓國人很喜歡 馬來西亞人也很喜歡 可是其實自己在家裡 就可以動手做了 就可以做了這個不困難 而且今天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一次就要教大家 學兩樣 一個是雪Q餅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椰Q餅 有點像是椰嘎餅 就是牛嘎餅 牛嘎餅 所以兩種分別 我們要準備的食材 其實不一樣 所以在做之前 先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要準備的材料 有哪些 所以我們看到所有材料的部分 雖然比較多 可是其實分門別類 大概可以看到 糖 餅乾 然後跟我們的內餡的部分 煎果果乾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清冰箱 你冰箱有什麼就拿出來用 就是你不需要 一定要特別要買 所以我們先教大家 第一段來做雪Q餅的部分 要做什麼 首先我們要先把 這個是小祈福餅乾 不要用大祈福 小祈福的話 它的形體會比較漂亮 大祈福太鬆散了 對 要把它對摺 對 對摺 瑋瑜妳幫我看一下 如果有沒有對摺到的 妳再幫我摺一下 有 都滿均勻的 這邊有一塊 然後這個是 開心果 或者是你用南瓜籽也可以 就是 食材費的預算夠的話 你就用開心果 預算不夠 我們用南瓜籽都很好吃 都很健康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 放進去烤箱 差不多用80度的烤箱溫度 讓它做一個保溫就可以了 好 好 OK 80度保溫 我今天是準備一個烤盤 那裡面我鋪一下塑膠袋 對 那我的塑膠袋我要把它剪開來 對 要有一點深度的烤盤 對 會比較厚一點 如果你要吃薄的也可以 那我就把它剪開來 好 把它剪開來 然後等等我覺得雪Q餅就可以 比較好脫模 對 好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 裡面我這個是蜜餞的草莓乾 對 你用蔓越莓乾也可以 這個要把它剪一剪 然後這是橘子乾 這是酒橘 我也把它剪一下 如果你有發現比較大塊一點的 你就把它稍微剪一下 對 然後或者是你用芒果乾也可以 但是我是很喜歡吃橘子的 我用酒橘 好 把它稍微剪一剪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這時候我就可以來開始製作 首先我先把奶油煉乳 把它放進來 讓它溶解 有沒有發現一點 我是用隔水融化的一個方式 兩個鍋子 好 然後煉乳 煉乳 把它放下來 OK 好 讓它做一個溶解 然後接著我要準備的是 棉花糖的部分 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我要用隔水 棉花糖我們用隔水融化的一個方式 它會比較軟 不會像 吃起來不會像那個橡皮筋一樣 太硬 你用隔水融化的方式會比較有 跟有一點差異 好 我們讓奶油完全地溶解 接著我們分次地把我們的 棉花糖把它放下去 棉花糖我會跟椰漿粉把它一起 椰漿粉 這個 這一個 對 椰漿粉 椰漿粉我們最好是有一點熱度 會比較好溶解 所以我這時候跟我們的棉花糖一起 我們其實粉絲葉上面 滿多觀眾朋友在問說 棉花糖是吃素可以吃的嗎 不行 它是荤食 對 它是荤食 所以它是非素食的 對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 放下來做一個溶解 分次讓它加下來 我發現老師有挑比較小顆的 小一點的 比較好融化 對 好 這樣子 讓它融 我們今天做的一個分量是一個 三分之二的糖盤量 這個 這個糖盤是 24乘以20公分的一個糖盤 其實沒有一定要買 一模一樣的糖盤 你就是找你家裡面現有的都可以 好 讓它稍微融化一下 要到完全都看不到棉花糖原本的顆粒嗎 差不多是八 九分融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等等我們的餅乾那些 也是有溫度 對 你一直下去融 一直下去融它會硬 對 所以你做這個的時候千萬不要分心 就是空間跑出去看個連續劇 不行 你就是一氣喝成把它做到底 有沒有看到這差不多是八 九分融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我這時候先關火 然後我把奶粉跟椰子粉 增加口感的 一起把它放下來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把烤箱裡面的 材料放下來拌勻 就把剛剛保溫的 對 然後我的果乾也一起放進來 然後 對 烤箱裡面的這個 放下來 拌均勻 脆脆的口感就來自於這裡 對不對 對 這個應該 瑋瑜妳應該會成功 這個 對 好像拌一拌還滿 對 沒有技巧的 這個不用練習 這個一次就可以上手的 對 可是我們要把它離開了 就不要繼續在鍋子上加熱了 不需要 對 我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拌勻 這樣子 不會燙嗎 不會 這個是耐熱的 耐高溫的 耐熱的手套 耐高溫的手套 這不是去洗碗的手套 這是拉糖用的手套 耐高溫的 好 把它拌均勻 這樣子就可以了 變成一團 你看有紅 有綠 對 對不對 很美 好 稍微讓它融合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是有一些還沒有拌合的 這時候就稍微拌一下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我們的糖盤裡面 這些動作都是要趁它還熱的時候 熱的你 對 比較好整形 對 對 好 然後我這時候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為什麼我要弄一個塑膠袋 我可以翻個面 讓它比較平整一些 對 這樣子你也可以用一個擀麵棍 去把它稍微擀一下 或者這樣推一下 記得不要壓太緊 這樣子就可以了 不要壓太緊 壓太緊的話它會太扎實 不好吃 這樣子可以的話 你就讓它常溫 讓它自然冷卻 冷卻了之後我們就可以來撒上 表面的材料 然後讓它切塊 我們今天如果趕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冰蒸一下 就可以讓它完全冷卻 好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讓它冷卻 下一段回來我們再把它切塊 看看它最後完成的樣子是如何 可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椰Q餅要教給大家 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歡迎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這一段我們要教大家來做 夾層的餅乾跟糖的結合 我覺得是椰Q餅 這個我店裡面也有賣 賣得很好 而且我們一盒是賣200塊錢 剛剛學起來可以接很多訂單 對 所以今天佳穎老師 要公開做法了 沒問題 公開 好 要怎麼樣來製作呢 好 我們要先把奶油把它放到鍋子裡面 一樣也是用隔水融化的方式 開火 我裡面有用到一個糖 叫做椰子蜜糖 它是比較健康的糖 低生糖可以吃的一個糖 它是這種指數 是一般細砂糖的三分之一 最主要是我店裡面賣這一款 是很多小孩子會買給長輩吃 就是他覺得這個 相對比較健康一些 我們把奶油 然後椰子蜜糖 還有煉乳跟鹽巴 把它放下來一起做一個溶解 而且重點是這一款非常的簡單 以前我們在做牛扎餅的時候 人家都會說 到底要煮幾度 怎麼煮 為什麼會消泡 這個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直接我們用棉花糖來煮了 我就不用用水麥芽去煮 對 因為熬糖 蔥糖 那是對大家來講是最困難的 這個可以幫大家省很多的時間 對 我現在就讓它完全地溶解 用隔水融化的一個方式 因為也是避免說你的火太大 有時候會把這些糖容易煮到焦 對 這樣子是最安全的 而且我們做出來那個糖 是會軟軟 綿綿的 不會硬邦邦的 對 好 那我們這時候讓它做一個融化 奶油完全融化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準備 加入棉花糖的部分 棉花糖跟椰漿粉 把它放進來 其實椰漿粉就是我們去超市買的 那種就是可以煮咖哩雞的那種 對 椰漿粉 或者是可以做那個 就是西米露 你去調水就可以變成椰漿 好 這樣子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 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分兩次或三次 你看你的量 把它放下來 目前為止應該都還滿簡單的 對 其實這是如果 剛剛接觸我們的節目 很建議大家學這一道 因為你會非常有信心 這個是百分百成功的 對 找材料找好了 準備好了 方法做對了 對 其實技巧上面不會太困難 對 對 棉花糖其實也非常好找 你去超市就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買不到這種小顆的 你就買大顆的自己剪 那你小顆比較省事 大顆的我就可以把它剪小一點 剪一剪 那如果你真的在做生意的話 你光剪就是一個人力 對不對 好 讓它融化一下 好 接著就可以繼續再加 分三次 我們分三次 讓它做一個融解 對 如果我不想要它做出來的顏色 是這樣子咖啡色的話 我可以用一般的細砂糖 可以 可以用一般的細砂糖 對 好 然後就可以繼續把它放下來 可是其實因為它夾在裡面 所以它看不出來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有沒有很簡單 這個 材料差不多用完了 以接單來講這個很好接單 不然平常我們在做牛渣餅的時候 要先沖糖 光煮糖就要一些時間 煮的糖之後 讓它稍微冷卻 才能夠夾 所以那個是真的比較費時 那這個就是融一融就好 所以我們店裡面這一 這個訂單是我媽在接的 你看媽媽都可以做了對不對 對 為什麼要教大家 因為我媽生意太好了 讓我們的學員大家 來接一些單 好 讓它融得差不多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我們可以放到一個 烤盤上面或者是一個 烤焙布上面 好 我下面用擦一下 那個紙巾擦一下 怕它有水沾到糖裡面 糖是最怕水的 所以糖不能沾到水 對 不要沾到水 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倒出來 然後稍微冷卻個五分鐘 再來把它做一個組合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不用任何塑形 不用塑形 我等一下要不要直接來包它 對 所以也不用糖盤 就直接一個不沾的盤子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就可以讓它等等我們冷卻一點 就可以來做一個組合 所以等於 剛剛兩個糖就已經示範到這邊 好簡單 有一點驚訝 已經失敗 而且超好吃 好 那我們就花點時間 讓它稍微冷卻一下 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冷卻之後 我們要來組合我們的椰Q餅 你可以看一下 彈彈的 都會一直這樣彈彈的 所以它就不會再變硬了 不會硬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分一坨 差不多五到六公克 你剛開始的時候 不會抓的話 你可以秤一下 你之後熟練的話 大概知道五到六公克是怎麼樣 你就可以 把它沾一點椰汁粉 然後夾在餅乾裡面 我的蘇打餅乾是沒有用蔥的 我覺得蔥會影響到整體的味道 但是看個人 有些人喜歡用蔥的 你用蔥的 然後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這樣子 有沒有很簡單 所以我說這個訂單 是我媽在接的生意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了 而且它夾心會是軟餡的夾心 對 軟餡的 這樣子 而且會拉絲 我們可以拉給大家看 你把它對折拉出來 對折 好 我把它對折 這邊 拉給大家看 對折 對折 拉 會拉 真的 好 我們的椰Q餅大致上完成了 待會兒我們也要來看看 我們的雪Q餅 冰好的完成度是如何 還有吃起來的滋味是如何 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現在來看看我們的雪Q餅 其實因為剛剛我們有拿去冰了一下 所以它其實已經凝固了 凝固了 對 一般我們就是放到像現在這樣子的狀態 對 成型了 對 這樣就可以切了 對 我們上面要撒上一點點的椰子粉 然後再撒上一點點的奶粉 奶粉的話我們用篩網 就會防黏 一層就可以了 對 你不用雙面 這樣子 然後我就可以來切它 那就可以切你想要的一個尺寸都可以 對 你可以切成像糖果的尺寸 或者是就切這樣子一口的也可以 好酥脆的聲音 對 所以我們是有點用像鋸的 我一般就是 譬如說做好的雪Q餅 我是放室溫保存就好 還是我要冰起來呢 放室溫 放室溫保存 對 放室溫的話 差不多是可以在20天 對 滿久的 所以以後就是要吃雪Q餅 就不用一定要出去外面買 我們來看看這個斷面 你看 有紅有綠 有紅的 有綠的 好像 斷面看起來好像蛋糕 然後還有我們的餅乾 一層一層的西湖餅乾在裡面 對 然後上面就是我們的椰子粉跟奶粉 它真的就是軟質的 軟質軟的 對 然後你看我們的 還有我們的椰子餅 也是軟質的 所以今天都是兩款軟質的糖 然後跟餅乾酥脆的口感 真的是軟硬煎濕的 兩款糖餅交給大家 但是在試吃之前 我們今天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哪一些做法提醒呢 我們要先帶大家 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好奇喔 椰莓果雪Q餅的材料有 發酵奶油40克 棉花糖170克 煉乳20克 奶粉60克 椰薑粉15克 椰子粉15克 草莓乾30克 橘子乾30克 開心果烤熟之後40克 小祈福餅乾150克 表面裝飾的材料有 奶粉適量 椰子粉適量 椰Q餅的材料有 發酵奶油60克 椰子蜜糖32克 煉乳45克 海鹽4克 棉花糖200克 椰薑粉45克 原味蘇打餅乾適量 椰子粉適量 椰莓果雪Q餅 做法的部分 將小祈福餅乾剝成兩半 放入烤箱保溫 接著將奶油融化 加入煉乳 棉花糖 椰漿粉融化之後 加入奶粉 椰子粉 拌勻 再加入祈福餅乾 果乾 拌勻之後 放入膜中 變硬 沾上奶粉 椰子粉 切塊 即完成 椰Q餅做法的部分 將發酵奶油 加上椰子蜜糖 融化之後 再加入海鹽 煉乳 融化 再加入棉花糖 椰漿粉 一起融化之後 冷卻 分團之後 沾上椰子粉 再包入餅乾當中 即完成 接下來我要來吃吃看了 先吃椰Q餅的這個部分 因為它是餅乾在外層 然後軟餡的夾心在內層 會拉絲 脆脆的 這個用棉花糖做的口感不太一樣 不是Q的 就是軟綿的 對 是軟綿的 有一點像起司 像起司的夾餡 它真的會彈膝 這是老人家很愛 對 它更軟的 更軟 對 然後裡面的糖 就是我們剛剛加的糖 椰子蜜糖 椰子蜜糖 它真的甜度是 比較低 甘甜的 不是死甜的那一種 所以它的甜度就是有一點蜜香在裡頭 好好吃 好吃 而且很簡單 超簡單的 我覺得用棉花糖做其實小朋友跟 很方便 老人家應該會很喜歡 而且真的它就是像甜口味的起司 就那個口感 大家可以吃吃看 我自己也滿喜歡的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吃看 同樣也是用棉花糖做出來的 這個是雪Q餅 雪Q餅 這個跟剛剛好像是反過來的 這個是外面先軟 然後脆是在裡面 包在裡面的 然後它除了餅乾的脆 還有堅果的脆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Q度 是來自於果乾的Q度 很像在吃什麼軟糕 然後像雪糕的口感 然後上面有一層粉粉的椰子粉 其實它會增加它的奶香跟椰子香 也是降低它的甜味 也好吃 其實就是兩種都是糖跟餅的結合 不一樣的做法 一個是外層的軟脆 一個是內層的軟脆 然後看你是要從 什麼樣不一樣的角度 然後來去品嘗它 它就會有不同的滋味 但是一樣的材料 其實食材是差不多 差不多都很方便 既然買了一包棉花糖 你就來做什麼樣的東西 重點是 你把它學起來 你就可以 好像有不一樣的 團購的一個方式 也可以去開創一下 自己不同的斜槓人生 所以今天也要謝謝佳穎老師 教給我們 自己在家裡動手試試看之外 也可以跟你的親朋好友 來分享 今天謝謝佳穎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了 拜拜 拜拜 好 加入一ocr finale 嗯 好